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 请订阅和分享以更新有关当今 最这明明星的最新信息 探索新境王一博看似跨界 实则挑战 更是生活 猜猜王一博在准备和拍摄新节目的过程中 考了几个资格证 但至少有潜水证 潘炎症 目前没有官宣 但他却定多了一个新的身份 便是节目发起人 想看王一博是怎样在艰苦的环境下生存 纪录片探索新境 将会给我们的答案 这不是一般的纪录片 而是以王一博为主角 与各位极限挑战专家们一起 亲近大自然 挑战身体极限的纪录片 因为这个片子让年轻的一博发现 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他也希望此片能激发更多年轻人的探索精神 一件事只要想就去做 预告片中 他像萌娃一样坐在雪山 实际上是已经出现了高反弹 但他忍住了 继续艰难地向前 哪怕是向前一小步 他都会离终点更近一步 这时没有强大的意志力和忍耐力 是随时出现生命危险的可能 但一博最后做到了 登顶雪山成功 同时记录下了他孩子般的喜悦和欢呼 他与承尔导演就本次纪录片访谈的时候 承尔问从中获取到什么 他说 只有经历过危险和生死之后 才知道生命是多么的美好 才会珍惜 所以王一博验证了成长是且行且珍惜 上帝好像从未对这个男孩关过窗锁过门 而且貌似对他格外开了天窗 敞开了大门 这位男孩就是王一博 探索心境 这部片子真实地记录了王一博挑战极限的艰险与兴奋 因为他是发起人 所以含泪也要把各个项目做成 但实际上纪录片却是王一博轻松地成功挑战全部探索任务 这是Discovery探索频道国际团队轻力打造 是王一博参与的首当户外探索即时节目 该篇讲述了王一博跟随六位Discovery中国探索家 分别前往六个极致地理目的地 雪山、沙漠、海岛、热带雨林、溶洞等 开启深入极境的户外探索之旅 这几个项目拿出哪一个都需要普通人 花上好一段时间才能适应 一博尽管是新手小白 可他却有着忠 高阶的能力天赋 这或许是出乎同行老师的意料 同时他自己也万万没想到体内的小宇宙这么给力 预告片中 滑翔散这项航空运动是最不费力气的探索 但却需要极大的胆量且不恐高 亚洲有十多万爱好者 中国有证的人数破万 一博也是万里挑一的帅气小哥哥 感觉这个探索项目王一博玩得很过瘾 高空向下俯瞰世间万物 尽收眼底 这居高临下自由自在的感觉 真的是妙不可言的一次探险 还是要祝福一博平安喜乐 王一博 跨界发展 持续升温 感问除了他 还有谁能每一次风吹草动都迅速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他就是王一博 王一博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不懈的努力 成为娱乐热搜榜的常客 作为陈情令中的蓝忘机 王一博凭借清冷的气质和深情的演绎 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此后 他在影视 音乐 舞蹈 赛车等多个领域均有所建树 展现了惊人的跨界能力 探索心境更是把跨界融入到了探险的队伍 完成了雪山 沙漠 海岛 热带雨林等的攀爬与穿越 这些运动是大部分人想过但没有做过的事情 好奇心爆棚的王一博有幸能与六位中国探险家合作 记录自己的冒险与挑战 这是需要勇气和实力的 王一博的每一次尝试都充满了挑战与突破 他的成长与蛻变让人们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无限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